7月25日,香港首个卫星制造中心在江军澳科学园开幕。 这家名为A-Space的卫星制造中心隶属于香港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涵盖卫星在何设计、制造、测试、发射、运行控制以及数据应用等范畴。 开幕仪式上,香港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席主席、行政总裁维一川介绍, A-Space占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配备18套分系统和200多套精密设备, 实现数字化生产,还具备8颗以上商业小卫星定型总装棕测能力。 他表示,每颗卫星的生产周期约为12天,预计每年产量可达200颗以上。 预计每年可生产200颗以上,30公斤到11000公斤的量级的通讯、导航、雷达、光学及碳监测等多种类型的卫星及载荷产品。 A-Space香港卫星制造中心,依托香港WTO独立关税区的全球化地位, 进口及增值税、零关税等优惠政策,灵活高效的人才引进机制, 在同时启动的香港卫星测运控中心和数据应用中心的协同配合下, 卫星制造及数据服务成本将降低20%以上。 卫星的生产效率和数据服务更具有全球市场竞争力。 文艺川表示,目前他们已经接到来自全球各地总共15颗民用卫星的订单, 相关订单将在今年产生部分收入,而首颗卫星将于2024年年初完成, 主要用作环境监测以及天气预报等用途。 我们的卫星,第一颗卫星会在明年的年初制造完成, 并投放市场使用。 主要功能和作用就是对地球的环境监测为主, 将天气预报,甚至于地面的整个农业、工业、水利、海洋、土地等等。 我们目前的订单现在接到了接近有15颗左右, 来自于全世界各地,都是民用的。 香港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胡明远接受中心设计者采访时表示, 香港具备中期交汇优势,不仅能与海外接轨,将产品带到全世界, 还可以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相关机构深入合作, 为智慧城市发展提供支持。 粤港澳大湾区其实一直是我们一个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点, 或者说像我们有金子金星座, 那么其实面向的就是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于整个大湾区的一个智慧城市的应用, 那么其实是从全产业链, 卫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材料的卫星制造环节到测试, 可以在我们的卫星工厂同时和合作伙伴进行深度的互动。